D32.0 入文集丹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应该之猜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部是尼康今天刚刚发布的D32.0入文集丹凡 它的材料是一块2416万像素的DX画幅感光元件 它的关门和之前尼康的机型区别并不大 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 这是它的操控面板 顶部是模式转盘 左侧有麦克风接口 有麦克风 侧面就是它的FNZDE按钮 上面是闪亮按钮 按一下可以弹出 它的说明处它用护皮设计 尼康经典的倒三角 红色标识 变成了一个斜向的条纹 我们把它的镜头拆下来 好的 把它装回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UI界面 它的ISO可以从100到6400 并且可以扩展到更高的12800 它的连拍为4FPS 现在在机身左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接口 上面是麦克风 以及高纤视频输出接口 另外还有一个针对无线适配器的WUEA的一个接口 可以外接的一个无线适配器 它的电池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池 它的电池可以提供 一行官方称 它可以提供500张以上的续航 好的 我把它放回去 它机背的LCDV92像素 并且支持重力感应 可以多个方向的进行显示 我们来测试一下Live6模式下的对焦速度 可以看到实际的对焦速度并不是很快 总的说是勉强满意 它的模式转换中多了一个guide模式 比较适合新手 上面还有一个专门的视频按钮 可以随时启动视频录制 第三人员内部采用了一颗和米康D4和D800上面同样的XB-SUR很像处理器 可以看到虽然它的像素很高 但实际上反应速度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浏览图片时 只会有非常轻微的延迟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焦速度 我们采用的镜头是18-105镜头 谢谢大家